我们今天要介绍到的是全民营检的部分 全民营检很多同学或许都有去参加这个的考试 那我有鼓励同学 像刚刚有聊到一位同学 国中快要毕业 他程度还不错 但是最后一点点就是差了一个写作 全民营检有听、说、读、写 听和读是合在一起 是属于初识的部分 说和写是属于复识的部分 所以听和读是比较难 听和读是比较简单 它是属于input 就是别人讲什么你就去学 你也就是在那边静静地听 在那边静静地阅读 可是如果要真正你去发表 要去说 真正要你去写下来的时候 那真就是难度了 一个叫output 就是要输出 全民营检我鼓励你们参加 那是因为他听说读写四大都均衡 国中很多只有着重在听力和阅读 那到高中的时候开始就有翻译 那甚至考大学的时候还有作文 那这些都应该要在国中的时候慢慢去培养这个基础 所以也鼓励同学们有机会呢 这里有初级中级的大补帖 那你可以去参考看看 如果你有兴趣 那这里同时他有个A2 B1 是之前我们有讲到这个 整个欧洲的一个英文的能力的检测 他在这里面还蛮好玩的 他有很多的一些的文法 那你可以去看 去练习一下 然后再往下拉 这边都是文法的概念 那甚至还有免费的题目可以去做练习 但大部分比较正式的题目是要去另外买的 所以像这种付费的资源 他们的考试题目不便宜 一回大部分都是200块钱 所以算是比较贵的一个资源 所以你可以去看看他的一些免费资源 包含这边还有单字 那待会我会介绍我当年2005年 2005年对你没听错 你可能那还没出生 那一年我通过了全民营检中高级 我只准备单字模拟试题 就这两项 然后就通过了全民营检的中高级 那个年代 英文老师连初级都不需要 但是后来慢慢地要求初级 现在几乎要求中级了 要求中级了 那我等一下还顺便跟大家去分享 在中央大学博士班要求的是什么级数 好 所以这个是全民营检 你大致上你就是去看看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你就看像在初级 如果这相当于国中毕业 你就去看看 他可能要考些什么 我是不是已经有具备这个的能力了 他是没有现年纪的 所以你可能是高中生你也可以考初级 有时候同学们坐在考场还会看到 大概像我们这种年纪的大人在那边考试 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公家人员 或者可能自己去考这样子一个能力 我当年是因为准备帮学生去准备这个考试 所以我才自己去花这些钱 花这时间 特别到台北去考试 所以这个写作 口说 他现在叫做加考了 那事实上你如果听力阅读考完 这个的部分就有一个的证明 但是没有证书 要有证书 我会建议你把这个复试的部分写作用口说 把它考完 好 这个是第一部分 LTTC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 这个我们介绍过 台湾测验中心 台湾测验中心这边有一个全名检 那他这里的考试题目 有中文到英文 然后英文到中文 那如果你是考初级 我会建议你就是看英文到中文就可以了 就点选这一个 然后可以的话 你就每天练习实题 这个其实是很好玩的啦 你每天就是去练习实题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的结果 所以如果你是考全名检 初级 我会建议你做这个 原因是因为 你没有需要用到看到中文 然后你去想 这个英文到底是什么 可是如果你到中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因为有翻译 所以你可能会看到中文的题目 然后你就会去想英文 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需要这样子的练习 不过以我自己一个的原则标准 我鼓励同学们去做的方向是 最好交替 不管你是初级还是中级 所以在我全名检的单字的考试里面呢 我常常就会有五题的中文题目 五题的英文题目去做交替 好 所以如果你去看到这个部分 他就会去点选 然后还有时间的一个的限制 最后做完了之后呢 他就会把你的结果全部显示出来 那你自己就可以去看看 然后答对的是什么 那做错的是什么 那甚至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资料留下来 他就会把这个的报告送到你的电子邮件 那你看你就考虑要不要送到家长或老师了 一般送到你自己的就已经很好了 把这个的去送到你自己的 好比方说我打 我打 E-mail 送出报告 好 输入姓名 好 Merlin 送出报告 好 再去开这个Gmail 好 或者你的E-mail 上面就会有一个报告 好 还没有寄来吗 再整理一下 好 我们等他一下好了 可能还没有那么快 好 所以这个还是他会被丢到垃圾邮件去了 你看一下 没有 好 那等他一下好了 好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的功能 我觉得蛮不错的 提供给同学们做参考 最后这一个的网站呢 它蛮特别的 我很喜欢有空就没事 第一次就是去挑一些的网站 然后找找找 然后就一直看看看 就越看越多 有一次无意中 我就找到这个网站 它这个网站蛮特别 我记得那个时候 是为了Area的同学 Chen 他好像也在这里面 Chen应该也在这里面 对 我为了找他的 他要考 那时候要考大学 所以我就去找 找 要找 给他去参加那个统策的胆子 结果找到这一个 因为 这个蛮特别的 他们这一个的网站呢 它也是同时 有做像统策之类的准备 那你可以点选 这一个的部分 所以在这边 你看像有统策的考题 统策 高纸单纸充斥板 那我觉得蛮难得的 因为这个的 这种的电脑的版面 是属于 应该是属于Flash的 那属于比较简单的 那你可以从这边 就是去挑选你的单字 他这里的全名音简 是1246 他说这2300 如果我们看输入2300 有没有 那这里要随便输入一个 班级姓名 然后座号 然后你开始测验 他就去学机的挑选 这个从这里面 这确实是有2300 这是完整的 2300是完整的 然后挑选了50题 那如果你 Delicious 对 你按一下 他就会念给你 Delicious 然后你就会去想 Delicious是什么 这个的翻译还蛮标准的 Delicious 这个按着也可以画 Delicious 或者是我 我没有去按它 我光手过来 Delicious 他就会去念了 然后你如果做完的时候 他最后还会给你一个 假设我随便乱选好了 好 最后会给你一个的 一样 一个的结果 这边还有看到他的例子 你再点选下去 他就把它放大 你可以去显示他的解析 他就给你例子 The sandwich is delicious Take a bite and you will like it 念得还不错 所以这个的部分 给同学们做参考 我觉得这三个很棒 好 你看他已经来了 所以智慧大考验 战果报告 他就给你 在这边就把你刚刚的部分 全部都存下来 其实同学们 不要小看这功能 我几乎很少看到这样 他做这一个的网站的是 住在美国的老师 然后是完全就是开放给人家使用 广告也很少 页面非常单纯 尤其是这个的功能 其实他是有一点点AI的功能 他会去自动帮你的东西整理 然后寄过去 那我觉得蛮棒的 那你以后呢 就是不断地一直去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 他就会累积了很多 你就会从过去一直在看 你看这个的东西是真的很棒 好 那更何况是这一个 这一个据我所知 他其实当时候会有这一个 因为我为了了解 我想要知道 做这件事情的人是谁 然后我一直挖挖挖挖挖挖 然后后来挖到他好像是 盆湖高中的一个英文老师 他去做的这个线上 他们是学校拿了一笔钱 然后请人家去做 可是做了之后 因为现在可能 也许网站的这些的讯息太多了 然后再加上 大概那一笔的预算消费 消化完了之后 那也有可能是学校 大概有更多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不再去理这些东西了 那这当然有一个坏处 就是没有人去维护 然后你东西就固定在那边 那还有一个可能性 不过目前我是没有发现 就是可能会有bug 那但是因为可能不是那么有名 所以我也没有看到什么bug 更棒的是这个东西 它以前是要卖钱的 所以我觉得同学们准备的全民营检 那你不妨就从这三个的部分 好好的去着手 相信对你一定会非常有很大的帮助 好 那待会后一样 我会把这个的部分再寄给同学 那最后我要讲一个的故事 那很多同学 他们都很担心一件事 然后他们也会去诟病全民营检 其实我全民营检教了应该20年了吧 应该快20年了 你看 等下我给你看我的那个 通过的就2005年嘛 所以到现在17年嘛 那那时候我是在 已经在教同学了 所以我才去考这个的 所以应该快要20年 或至少20年了 所以一直以来啊 到大概这个五年来 就同学有一个疑问 然后慢慢就有人觉得这个疑问没有解 那那时候我也没解 我一直到最近才有解 就是同学会担心说 老师那全民营检的证书只有两年的效应吗 效应哦 他们很担心就是 我考过了 然后这两年没有了 我就没了 我刚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我觉得 对我也是知道这消息 对我不知道两年 对两年 后来我慢慢去了解了解之后 我就会试着去跟同学讲 我说这两年 它代表的意义应该是 这两年之后 你考的两年之后 你可能程度有点 弱掉了 我忘记了 所以那个效力指的是抽象中 你的程度可能稍微弱掉了 指的是这个意思 到后来我更了解 哦 那个两年的意思是指 今天有这么多人考 每年都好几万人在考 它顶多 它的电脑容量有限 所以它顶多就是大概帮你准备 就是存这个 存个可能就是两年这样子 然后它就必须要删掉 它有一些的capacity 的容量要继续去增加 所以 那一直到最近 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 像你看到就是我的证书 2005年8月19号通过 那 那个时候我去考的时候 没有什么两年的效应 没有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就去考嘛 考了 然后到我刚才讲 大概同学们就有疑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 然后 到了最近 那么读博士班啊 有一个的 很严格 你们真的如果 不要随便去读中央大学 我是没有三两三啊 可是我 我头发洗一半了 就要继续给它洗下去 不过其实我更变态的是 我超喜欢他们虐待我 他们很严格 可是我就是喜欢这个严格 因为从他们严格 我学到超多的东西 所以像你们上课 我都要要求你们去预习 那个叫翻转教育 我的论文指导教授 就是全世界可以说是第一个 他只是没有把这名词 翻译的这么好听 叫翻转教育 其实就是他发明 他就是创立这个 我们这个系所 我们这个系所要去修很多 我是网学所的 但是我们要去修别的系所的 然后呢 这个更变态了 全民检中高级 要复试通过 我教英文 开始有学校要求 全民检通过开始 就是初级 然后中级 中级像现在台湾的标准 大概就是台大 你要毕业可能就中级 大部分就是初级 可能就是好一点学校 他敢要求就是中级 中高级是第一次 而且中高级 这个还是副试 有限只有初试 初试就是最简单的听和读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 那我要从这个故事去告诉各位同学啊 就是其实这个的证书终身有效 17年之后还是有效的哦 就像是一种证书终身的证书终身 就像是一种证书终身的证书终身